大家好,爱吃瓜的瓜妹又又又和大家见面了,娱乐圈美人如云边时度和个人特色就成为了。 女艺人们突出重围的关键尤其是在女团里面。 当大家都画着相同的妆容,穿着类似的服装的时候,想要给大众留下印象靠的就是自己的不可替代性。 在竞争激烈的韩国女团界,能做到团内Top的女爱豆。 往往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今天我们要聊的,正是一代登顶女团Twice中的人气成员,明景男明景男,日本籍女艺人。 人称王国公主和人间唐泽雪碎说起明景男。 这个1997年生的日本小姑娘,可以说是玛丽苏本苏错了,严谨点说。 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,这位姐应该是童话公主加爽文女主加玛丽苏的配置。 这里可不是官媚信口湖州,且听我慢慢道来医。 出身名门,才罚名书。 明景男的家事,放到全世界演艺圈,都是数一数二的,因为他们家不仅有钱。 还是贵族后代和高知识家可以说既富且贵。 明景男的父亲则是日本德高望重的骨科专家,根据资料显示医生这一行业。 在日本的收入排行榜上名列前茅,几乎都是年破百万的水平。 他自幼被父亲的职业耳濡目染,所以想为医学界做点贡献。 也因此签下了两份器官捐赠协议,更何况明景男的爸爸还兼任临床教授。 协会董事,杂志主编以及部长讲不过真正让明景男,积深名愿行列的人。 是他的爷爷早年还没做过一个视频介绍明景男的家境。 其中就有提到,明景男的爷爷是立邦公司的副总裁,就是那个涂料很有名的立邦。 已经算是财阀行列自然而然的。 明景男和他爸爸读的都是有名的贵族学校,明景男上的是小林盛西学校。 外号千金专用学堂日本的皇后和首相夫人。 很多都出自这所学校,他爸爸当年读的则是全日本排行第一的高中,贪贪高。 贪高和小林盛西一样,不是有钱就能上。 还要看家族的威望可以说明景男的家世,就是言情小说中大小姐的标配而在明景男身上。 我看到的不只是附加千金的贵气,还有名门望族身上沉淀的底蕴。 不争不抢泰然楚之二。 三大出道,登顶女团。 本来,出身名门贵族已经够玛丽苏了吧,但是这才哪到哪。 老天爷生怕他饿着了,追着给他喂饭吃。 中学时对寒语感兴趣的明景男不顾家人反对,来到韩国做练习生。 你以为公主要开始吃苦了吗? 还是太年轻,低估了命运对他的偏爱。 明景男面市一战,成功顺利进入韩国三大娱乐公司之一的JYP。 成为练习生之后,明景男就成为了练习生中的门面担当。 更是男练习生们的理想型,后来15年通过JYP内部选秀16顺利出道。 出道后,与团内成员周子瑜,并列twice两大颜值山脉,其组合twice结束了少女时代长达八年的统治地位。 成为了韩国第三个登顶女团,写进了韩国历史白皮书。 明景男从日本贵族大小姐月生一变成为顶流女明星。 我就问你,是不是玛丽苏都不敢这么写? 可这还没完。 三,王国公主人气top凭借着过人的美貌。 明景男一出道便在看脸的我国,成为了团内top在老家日本也稳居前三。 唯一拖后腿的,就是韩国人气韩国历来台外,这也无可厚非。 不过可能上天觉得明景男的完美人生中,不允许有污点存在,所以这么一点瑕疵也要抹去。 2019年TWISE成员明景男,突然被爆出患上了舞台恐惧症。 具体表现症状就是一站到舞台上,就会感到极度恐惧和不安。 金医生诊断后推断这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,外加行程忙碌引起的。 所以让他暂停了部分工作不久后,明景男现身机场,戴着一顶挡住整张脸的黑色帽子,还紧紧牵着妈妈的手。 整个人都无比颓废,没有半点明星香。 是要有多大的精神压力,才能将一个人摧残成这样。 答案指向了黑粉的五指镜造谣,先不说黑粉之前对明景男的人身攻击。 就连他在家养病的这段时间,都流传出了一则无底线的谣言。 有人称,明景男私生活不检点意外怀了孕,刚打完胎需要静养。 所以才要中断形成这种恶毒的谣言,对一个女爱豆来讲。 杀伤力可想而知讽刺的是,明景男因为疾病身心俱疲。 常年被骂的JYP倒靠此时驳了个好名声。 起一是明景男患病后,公司同意他回日本。 老家休养,还给艺人安排了定期的心理治疗。 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出现了大量夸赞JYP的媒体。 以往JYP的评论区都是一片骂声这件事之后,评论区的口碑出现了惊天逆转。 就连千里之外的美国音乐榜Billboard都开始大力夸奖JYP对明景男的治疗。 的确,JYP在关注艺人心理健康这件事上干得不错, 但是,绝大部分艺人会患上心理疾病。 公司也难辞其咎,与其事后亡羊补牢。 不如在规划时期,就多谢关心明景男在之前并修一段时间之后,重回舞台。 其脆弱美简直惊为天人,被大家一致誉为玻璃美人。 而她也因为付出舞台一张图,拥有了一个出圈到不能再出圈的花名。 王国公主是哪张图片呢? 正是这一张这张照片被韩国人形容为,即将王国的公主回头再看一眼自己的子民。 明景男王国公主的名号便由此而来重新回归之后。 明景男以她的脆弱感之美,也征服了韩国人。 团内人气上升至前二死终购买力对内Topline。 除了在中日韩人气强势之外,明景男在美国也出人意料得很受欢迎。 在2021年美国Kpop女爱豆搜索量排名中,她总排名第六,对内第一。 这就是明景男目前为止二十几年的人生出生名门,家境显赫。 绝美容颜,女团神言事业成功,顶留爱豆。 无可替代王国公主这样的人生不是玛丽苏,是玛丽苏小说咱都不敢这么写。 实在是叫人羡慕不来啊。 但即便是家庭背景强大事业逆袭,明景男也没有逃过公司的骚操作。 2017年,韩王有人扒出了一张异性爱豆的亲密照。 男方是GOT7的成员BAMBAM女方则是TWICE的成员明景男。 因两人是同门师兄妹照片中的动作又很亲密。 因此不少人怀疑,他俩在谈恋爱一个当红男团一个大事女团。 受到的非议可想而知见识不妙的发帖人灰溜溜的说。 这张合照是自己批的发帖人都出来澄清了。 粉丝总算松了一口气,然而JYP公司接下来的操作。 却震惊了所有人公司表示,照片是在没有任何动机的情况下拍的。 虽然澄清了他们没恋爱但变相承认了照片是真的。 一时间,所有人都猛了,因为不管谈没谈。 人家发帖人都说了是P的公司完全可以置之不理,静待事情平息。 为啥要突然蹦出来承认照片是真的? 所以有不少人痛骂JYP高层的智商。 但高层真的傻吗? 那可未必JYP选择澄清的时间点。 恰好是GOT7的回归期很难不让人想到炒作。 这倒不是在谴责爱豆,毕竟他们也没有选择权。 但还是想吐槽一下JYP的手段讽刺的是,手段是公司搞的。 但到头来挨骂的却是爱豆本人Bambam被说没有集体荣誉感。 民警男被骂到TAJYP的高层们,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? 今天咱们就老到这儿,有想看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。